医药新知,这是失智症患者的好消息 日本跟美国共同研发 全球第一款可以减缓阿兹海默症的新药上色了 号称认知的能力下降速度会减缓四分之一左右 英国现在是欧洲第一个批准这款新药的国家 只是这个药品的价格并不便宜 一个疗程大约是要八十多万的新台币 老爷爷认不出自己尽忠的模样 英国约有一百万人罹患阿兹海默症 目前全球还没有解放 但英国最新批准一种自费新药 每年治疗价格约合台币八十四万 能降低阿兹海默症认知退化的进程 英国政府22号宣布批准由美国里来药厂 和日本百建合作开发的抗体药物 Lekanamab 这是全球第一款可减缓阿兹海默症病程的新药 能够在18个月内将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 减缓约25%至27% 英国也是全欧洲第一个批准使用的国家 目前批准使用这款新药的国家 包括英国 美国和日本 尽管英国健保因为药费昂贵 未列入健保给付药物 并换需自费勾药治疗 但考量全球到2050年 将有超过1.5亿名失智症患者 有全球首款新药问世 并通过审查批准可使用 对病患及家庭来说 依旧带来一丝曙光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